保羅達羅馬人書第一章 祝福 耶穌基督的仆人保羅奉召為使徒 特派傳上帝的福音 這福音是上帝從前直眾先知 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論道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女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上帝的兒子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份 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復真道 其中也有你們這蒙照屬耶穌基督的人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上帝所愛 奉照作聖徒的眾人 願因為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 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述說自己的境況 第一 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上帝 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上帝 可以見證我怎樣不住的提到你們 在討告之間上上懇求 或者照上帝的旨意 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裡去 因為我徹徹的想見你們 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 使你們可以堅固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 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 就可以同得安慰 情願盡力傳福音 弟兄們 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屢次定義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得蝕果子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格 無論是欺利尼人 化外人 聰明人 如絕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 我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 因為上帝的義 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恩信得生 原來上帝的憤怒 從天上顯明在一切 不權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義 阻擋真理的人 上帝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做天地以來 上帝的永能和神聖 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做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上帝 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 反成了如絕 將不能扭壞之上帝的榮耀 變為偶像 彷彿必扭壞的人 和非禽走受昆蟲的樣色 所以上帝任憑他們 情著心裡的情慾 行污衛的事 以至彼此惦欲自己的身體 他們將上帝的真實變為虛方 去敬拜是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清重的 直到永遠阿門 外邦種種種罪惡 因此上帝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 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男人也是如此 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欲火攻心 彼此貪戀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為當德的報應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上帝 上帝就任憑他們全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裝滿了各樣不義 邪惡 貪婪 惡毒 滿心事疾盜 兇殺 憎敬 毀詐 毒恨 又是殘毀的 背後說人的 怨恨上帝的 武慢人的 狂傲的 自誇的 捏造惡事的 違背父母的 無知的 背虐的 無親情的 不憐憫人的 他們雖知道上帝判定 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 嫌疑他們不但自己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